其實我們更加希望他們換到一些我們叫特權 例如公司裏面的我們叫Virtual Goods 就算我們不是賣虛擬世界裏面的樓 我們在虛擬世界裏面去銷售現實世界的樓 Vitcar Coin其實一開始的構思很簡單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預工作於娛樂的同事 他們將整件事遊戲化 他們可以做任務 然後就可以去儲銷市 Vitcar Coin 之後就可以換禮物 其實整件事就像打機一樣 做平時的東西很悶 尤其是做一些我們叫ground work 公家東西 是沒有即時回報的 因為我們公司設定這些 mission 我們叫mission R 其實mission R 就是一些公司想同事做的事 譬如放盤在我們的針盤圓網站 又或者拍VR影片 同事做完之後 其實他拍VR影片 他沒有生意回來 他也不是馬上有用金袋 但現在他就會有這個Vitcar Coin Vitcar Coin慢慢儲存 就可以儲存到一個位置就可以換禮物 除了實體禮物 譬如我們有Nintendo Switch 有Airport 有不同的禮券之外 其實我們更加希望他們換到一些我們叫特權 譬如我們增盤圓 放了盤上去 其實有很多盤的 網站 怎樣去突出你自己呢 其實可能你想放那隻 被別人放了盤 我們增盤圓不能重複 你就沒有了這個機會 我就可以用我的Vitcar Coin來買這隻盤 買了之後 第一這隻盤可以自訂 即是在我們的網頁上 即是出這隻盤 這樣的時候 那個同事其實做到生意 機會大了 這個主要針對二手 二手的銷售士來講 其實有八成二都做過我們的Mission R 即是完成過起碼一個Mission 而參與了這些同事 基本上有一半的人都已經換過禮物 換禮物他們其實現在大概七八成 都是用來買我們叫補光率 即是我們增盤圓網站的補光率 由三月到現在 其實升了 那個放盤量二手買賣 放盤量升了差不多20% 我對行家 其實這幾個月他們沒有我們這麼多 其實我們VR片現在基本上有27%的買賣盤 都是有VR片的 比起其實一年前我們只有14% 所以其實都差不多回了一倍了 未來其實可以玩的空間就很多 因為有了這個系統之後 基本上 譬如公司其實有什麼想做 我們都可以看看怎樣去變成一個Mission R 他們就可以有一個動力去做這些東西 也都當然我們有不同的Mission R 可能不同的銷售士 就是利家閣裡面的生活圈 一開始可能就是我們自己裡面做 可能如果將來真的有一個元宇宙 可能有更多不同的派對要加入 利家閣已經有這個底在 再加入進去就會容易玩很多 增盤完就2018年了 其實這個說真的就不是什麼科技 最重要其實是我們真的想增 我們是想令到全個行業都不要再充斥著 那麼多假或者不是完全真確的盤 其實我們的口號就是真實委託 真實在售 真實圖片 真實價格 其實這四樣東西之前都是沒有的 市面上的盤或者平台上的 不同地產代理網站上的盤 第一很重複 就是ABCDE銷售士都想推這個盤 都會出 而且每個價格都不同 可能裏面的資料都不同 另外的相片很明顯 弄一些假相片出來都是騙客 所以這些是我們看到行業的流雜同點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第一個走出來 我們要去改變這個行業的一些劣行 其實我也很開心聽到 那些人真的完全不用Prom的情況下 都會說到你家國針盤完 還有說他們真是欣賞我們做這件事 而從盤來看 所以我們的二手盤 其實我們一開始出一百年的時候 就剷了我們舊的垃圾盤 就剩下六千隻真的盤 其實應該六千隻都不到的 那時候 但現在有超過二萬五千隻盤 其實已經升了四五倍 現在其實我們真盤完的重要性 就真的提升了很多 現在基本上我們最近 最新來說有14-15%的客成交 二手客成交 都是因為看了我們真盤完的進來 很難說你業績是大高了多少 但二手佔有率就很容易看 一百年全年的時候 我們只有5.95% 即6%都未到 現在我們基本上都是8%以上 現在我們好的月份 可能有9%的佔有率 而平均來說都是有8.2% 所以這個我相信 真的因為真盤完的效益